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进入了秋季,天气干燥了 包括我们的肺也开始干燥了 一些空气的影响会产生一些 嗓子不舒服,比如咽咽、咳嗽 还有一些人的嗓子发痒、发干 这种情况呢,我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特别好用的小妙招 你只要去做呢,就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下面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和示范 可以点赞、收藏、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们 我们做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把手先搓着 手搓着以后呢,找到我们要做的地方 就是天兔,在我们的两个锁骨 两个锁骨头这个地方有个窝窝 把你的脖子稍微抬起来一点 搓着以后呢,把你的劳工 就是手心来对着 对着这个窝窝的以后呢,放好 放在这里 用左手也可以,用右手也可以 你要是在这里坐着 然后你放在这里以后就可以闭眼 享受一下,去感受 哎,手放在这里 你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是往上走啊 还是往下走 还是往左、往右、还是往后面走 去感受一下啊 好,这样去做 大家可以多做几分钟 比如我们做个三分钟、五分钟 如果你的嗓子不舒服 感觉嗓子特别痒 想咳嗽,咳不出来的 或者里面有痰 或者是特别干的 那我们把这里放着 放着以后再做什么 把舌尖底在上额上面啊 舌尖底上额 好,放在这里 去感受 就一会儿 你就感觉嘴里面会有精液 包括那个嗓子这个地方 开始慢慢的放松 慢慢的放松 一点点的去放松 好,然后呢 把这个精液再慢慢的吞下去 去来滋润我们的嗓子 好,再来啊 按我要就是啊 闭上眼,有精液了 慢慢吞下去 好,这样做 你就感觉到嗓子都快松开了 然后痒没那么痒了 干的没那么干了 有痰子可能慢慢的就开始顺起来 那我们怎么样再坚持 坚持了来 感觉整个手放的都会发热 甚至到我们的后面大锥 也都是热的 好,继续 你能做三分钟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做五分钟以上 就是你做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这个地方效果越好 而且呢 好得越快 所以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三分钟五分钟 就是把手搓热了 捂着我们的天图这里 左右手都可以啊 好,你看我现在给大家讲的 这一会儿不到三分钟 我捂完以后 我这全都是热了 都出汗了 那我整个嗓子里面就特别的舒服 如果不舒服 我刚刚给大家讲话的时候就有点紧 那我捂着一会儿呢 嗓子就舒服了 我说话也比较清楚了 所以大家只要练习 你就很快就能看到效果 这就是我们五天猪 嗓子不舒服的 废气干的 然后奄奄的家人们一定要练起来 在练习的过程中 你要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评论 或者是私信我 我来给你解答 下集见 谢谢 谢谢